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请欢开第十三页 那么前面讲了 无常即是空 远起即是空 中道离两边 不落两边 今天我们来讲第四 阿罕思想 跟当时一般宗教 哲学 这为宗教是信仰的东西 人类的精神的依规 哲学是心而上的 推论 就是一些思想家 宗教哲学 诸思想 有严格的 交涉 交涉 就是息息相关 互动的意思 那么 有严格交涉的关系 特别 对于非波罗门教的 六思思想的批判 若就是严格 若就是利罗 藏 阿含经 沙门果经 等等 这个波罗门教 注意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这个波罗门教 就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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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宗教 几乎遍及 所有的 士 農 工商 一个最高的领导 地位 就是波罗门 换句话说 印度的最高阶位 宗教的仪式 宗教的这些主导 四个阶级里面 就是波罗门最高 但是佛陀 是摆脱了波罗门 就是摆脱了传统 六思 这些外道 也摆脱了波罗门 佛教也摆脱了波罗门 简单讲就是 摆脱了传统 所以特别对于 非波罗门教的 非波罗门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非印度的传统宗教 这样意思更清楚 那么特别对于 非波罗门教的六思 思想就是外道 的批判 长阿含经的繁动经 人生 家庭 社会伦理道德 社会伦理道德 那么这个是 中国人最重视的 如果整个社会 家庭 社会伦理道德 这就是重要的文化资产 这个文化资产 一被摧毁 这个国家 就会动荡不定 这是几千年来 中国人所依靠的东西 那么中国人很重视 这个家庭 社会伦理道德 标准 的确定 比如说中阿含经 里面的 善神经 等等 就是讲这些 家庭 社会伦理道德 还有一般的 神教 迷信 比如说 台湾的 杀生 一到 普渡 就 以杀生 来祭祀 换起神的喜业 以求得自己消灾 这个就是神教 印度也很多这种东西 就是以杀生 祭祀 来向神 祈求 台湾现在还是很多 你要看那个 建教 大会 看那个神教 杀猪公比赛 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很可怕的 那 世尊说 这个是完全迷信 杀众生 来向自己祈祷福 这怎么可能 神教 迷信的 破除 弱 就是例如 例如 《长阿含经》的 《三明经》里面 都谈到这些 破除迷信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 都充分地反映出 阿含 就是阿含经 是富有组织的 伦理学 很有系统的意识 非常有赤地 非常有系统的 特别富有 时代 交涉的精神 这句话很重要 也就是说 阿含的思想 很能够配合 时代 充分地面对 时代的需要 面对这个现实 其实佛法 本身讲的 这三法印 一时相印 它并不分时空 到我们 2500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依循 世家世尊的 足迹 世家世尊的 开示 彻底的体悟 生命 虽然引起 有转变 科学 经济 农业 转成工业 电脑时代 但是三法印 不变 三法印 永远存在 不受任何 时空的改变 科学 越发达 越能够证明 佛陀的伟大 所以特别富有 时代教授的精神 所以研究 原始佛教的书籍 虽然多 比如说 阿比达摩论 各位 做一下笔记 这个阿比达摩论 这个要加一个七 阿比达摩七论 七论 那么 这个阿比达摩论 它是 从根本上座部里面 分出来 那么这个 说一切有部 说一切有部 昨天我们不是说 上座部 后来分成十一部吗 十一部里面 有一个 说一切有部 这个阿比达摩论 就是说一切有部的 根本论点 它有七部论 论 那么这是 佛灭度以后 三百年之初 大概这个时间 阿比达摩这个七论 第一 叫做 极 意门 足论 极 苦极 灭到的极 极 极的极 极和的极 意 就是非一 非一 那个意 一个田一个共 极意门 就是我们大门那个门 极意门 足论 足球的足 极意门 足论 各位 提示一下就行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概论 不是要 生论 生论 我们详细地讲 概论就是 你了解一下 阿比达摩有七论就行 第二 叫做 法 印 足论 佛法的法 五印的印 五照见 五印 结空 那个印 足就是足球的足 法 印 足论 第三 叫做 施设 足论 我们说公共设施 那设施刚好两个字翻过来 施设 施设 足论 不施的施 建设及的设 施设 足论 足就是足球的足 第四 叫做 四身足论 是就是意识的是 是 身体的身 四身足 足球的足 四身足论 第五部论 叫做 戒身足论 十八戒的戒 戒线的戒 戒身足论 第六 叫做 品类足论 三个口 那个品 品性的品 分类的类 品类足论 也是足球的足 第七部是最重要 叫做 发质论 开发的发 智慧的智 发质论 一般称为 前面称为六足论 因为都有一个足 集义门足论 法印足论 师色足论 四身足论 戒身足论 品类足论 都有一个足 所以前面称为六足论 第七个 发质论 这个最重要 就是所有 大阿比达摩 七论里面 是最有名的 叫做发质论 前六称为六足论 发质论 称为身论 身体的身 身论 发质论 谁造的 这个很重要 叫做 加多眼泥子 所住的 加 加色的加 多少的多 眼就是 我们步行那个行 分开来 中间三点水 我们是大恨 普贤 菩萨 那个恨 分开来 中间三点水 那个叫做眼 泥就是比丘尼 那个泥 加多眼泥子 儿子的子 加多眼泥子 住的 发质论 总称叫做 阿比达摩 发质论 这本论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是盖说了 以下 他意思是指出说 若阿比达摩七论 只是现于经文 然后笔句 这个笔就是类笔 类笔 句就是大概的 表面的解释而已 现于经文 笔句 表面的解释 有一定的类笔 然后大概的 讲一讲 叫做笔就是笔对 句就是句字 并没有深刻的 内容意义 的价值 意思就是并没有 发挥阿含的精神思想 所以想要了解 原始佛教 不仅限于佛教的 某一部分的经典 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了解原始佛教 不能说只看一步 不行 必须注意到 当时候 跟佛教 有关系的 一般宗教哲学 文化思想的 对照研究 阿含的意思 涉及到 佛陀世代 前后 一两百年间的 印度宗教哲学的思想 试过研究阿含 不仅可以窥见 佛教 根本思想 也可以窥见 印度当时 所有宗教哲学 思想的体系 换句话说 阿含 这一段讲的就是 阿含跟当时候的 宗教哲学 息息相关 为什么佛会出世 为什么有阿含的思想 都是应应 实在的潮流 第五 阿含的思想 虽然被尊为 根本佛教的经典 但从他的内容 思想体系来说 显然跟佛灭度后 两百年 布派思想 布派要加两个字 佛教 叫做布派 佛教思想 为什么 称为布派 这个布派 很明显的 这个名词 顾名思义 你就知道 这个布派两个字 就是已经分开来 佛教已经成 各种派别 叫做布派 佛教 我们说 根本佛教 有的讲 原始佛教 再来就是 布派 佛教的思想 各个派系 建立起来 叫做布派 就叫布派 思想 相混合 要是想研究 真的根本 佛教的思想 至于阿含 研究取材方面 应当有区别 新旧思想的必要 就如佛意识 就是意缘 这百年后 阿翼王 以及优婆求都的事迹 这成为上座部 上座部 以佛灭后 三百年前后 所编撰 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不能视为 根本佛教的迹象 意思就是 是后来人 写上去的 后来人才加上去的 为什么 大家都认同 阿含为根本佛教 因为最接近 佛陀时代 所出来的书 那现在 许多的经典 那么 一看 就知道是 未经 有的 在大章经里面 看起来 就知道 那个不是佛讲的 这个处理事情 起来很记守 前色面 层面很广 有的人也不满意 我们的看法 跟见地 见解 有的送得 好好的 很感应 有的人拿来 讲堂发 我们就 有的人送 要人感应 我们就 争议之言 逼之言 你说师父 那你这样 是不是有点 敷衍 姑且 众生有受益 那么我们就引导 让他进入 正知正见 所以这个佛法 为什么阿涵都重视 因为他最接近佛 没有人敢否定他 事实上就是佛讲的 所以大小圣都研究 地下 不能视为根本佛教的迹象 其实很多都是后来人造的 像那个武则天也是 武则天自己也造了 他说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自己叫人家造了一部书 你说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小女孩走过去 那么这小女孩就 想要供养 就拿来玩的那个沙 那个沙 拿起来就供养佛 就供养佛 那么旁边的比丘就阻止了 说你怎么对佛这么没有礼貌 佛就欢喜地接受 接受 这个小女孩 才五六岁的小女孩 他不懂吗 都供养佛 士尊就受寄 说这个经过一千年后 会在震荡 这个转轮王 就是说这个国皇 那些女皇 就是后来的武则天 后来人说 这一部根本就是假的 自己制造的 要抬高自己的 所以大圣佛法里面 很多 有这种很奇怪的 稍微有一点点智慧的 就是说他是文殊师利菩萨来的 稍微修一点 那苦恨的就是说 他是地藏王菩萨来的 中国人很喜欢加这个东西 我就很不喜欢听这个东西 有的人讲 震荡法师 听说你是文殊师利菩萨来的 我说那你境界比我高 那你是释迦牟尼佛 我都不知道我是文殊师利 你知道我是大致文殊师利菩萨来的 那你是释迦牟尼佛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认识自己 我只知道我是一个业障 深重的凡夫 不过有这样宗教的热忱 有弘扬正法的这个热忱 我建立 我不敢说我在教大家 我们互相勉励 总行 我讲这样大家都能够接受 是不是 所以大圣佛法里面 动不动就加一个什么菩萨来的 你这个人是观世音菩萨视线的 连那个硬光大师人家都说 他是大势至菩萨视线的 硬光大师就是不可以乱说 不可以这样说 硬光大师马上就喝止你 不准你这样讲 我们喜欢 中国人喜欢戴那个高帽子 你是菩萨 什么菩萨来的 你是什么菩萨来的 这个不好 这个迹象应当慢慢的消失 那这样子大家动不动就说 我是磨合家设来的 长得庄严一点 他就说我是欧兰来 惨了 不过大家通通是 讲来讲去 你也不晓得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我不喜欢佛门这样子 哪几个菩萨一直在家 一直认为他是什么视线 他是什么视线的 不要这样子 解脱最重要 哪尊菩萨来的 有什么重要 我们以前去泰国 去泰国 去泰国 那个导游就跟我们开示 在我的前面开示佛法 这就说 这个 泰国很多好几个镇 阿罗汉国 当你在坐飞机的时候 有人看到他在云端 我说 那这样他头有伸出来吗 你坐飞机这样往窗外看 然后他在窗外看着你吗 他说是 那那个国王 泰国的国王 他有一次在坐飞机 那个泰国的高僧 正阿罗汉的高僧 他就站在云端 跟国王打招呼 因为泰国现在还是国王制的 我说这样子 这样子 这么伟大 然后我就问他 And so what 然后又如何 看到阿罗汉在云端飞 然后你觉得怎么样 你烦恼断了没有 没有 你今天看到满天都是阿罗汉 那你烦恼断了没有 没有 有没有彻底解脱 没有 执着在吗 在 分别心在吗 在 那你看到人有什么用 要了解佛教的根本精神 在彻底解脱 虚妄的执着 而不是在这个神通里面 搞东搞西 当你修行到某一种程度 你自然会有神通 那是很自然的 不需要强调 告诉主委 真的有功夫的人 也不会夸张 也不会讲他有神通 你也看不出来 他也不会告诉你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做佛地址 研究佛法 一个很重要的 很严谨的一个态度 底下啊 但是要严格区别 这个新旧思想的问题 仅以汉意阿罕的内容 还不足以决定 因为要多方面嘛 尤其思想方面 以原始佛教的教理 不是佛陀一代所完成的 佛陀仅指一种暗示 这必须追溯佛陀以前 吠陀书 奥义书 这很重要的 这两本书 跟文娥佛经是息息相关的 好 先讲废陀书 废陀书就是古印度 传统的正统思想 就像我们中国的儒家一样 大家都信奉 都遵守 而且都推崇的 什么是废陀书 废陀书就是古印度 传统的正统思想 这有三论 第一个叫做智论 第二个叫做明论 第三个叫做无对论 智就是智慧的智 智论 第二个叫明论 明天的明 第三个叫做无对论 对不对的对 有无的无 叫做无对论 那就是废陀书 奥义书 奥义书就更重要 什么是奥义书 废陀时期 智论思想最高潮的 智论思想最高潮的 智论名著 叫做奥义书 叫做奥义书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 智论思想 奥义书 很多都跟佛教重复 譬如说 我们讲 佛教讲轮回 其实奥义书就讲轮回 我们讲灾界 那里面也是讲灾界 我们讲业力 业力 诸位 世尊所提出来的业力 这不是佛教的专有名词 佛在世 佛陀在世 其他的书籍 拜道 已经有讲到业力的问题 所以简单讲 世尊在讲经说法 是引用当时候 大家所了解 所认知的名词 向灾界